大家好 我是小編AV 今天來為大家介紹本週的重點新聞 街頭卡廳車被告成立 任天堂要求巨額賠償 你的老婆不再只有 Saber 了 因為月姬帶著她的短裙回來啦 解放你的狩獵魂 魔物獵人崛起公布最新宣傳影片 前 Sony 互動娛樂總裁 吉田修平特別介紹 六款獨立遊戲小編一次報給你聽 人氣PC遊戲DNF 轉戰日本格鬥遊戲市場 任天堂於12月28日在官方網站發布公告 贏得與街頭卡丁車租領公司Mari Cup的官司訴訟 認定被告公司在經營過程中 使用瑪莉歐等字樣和角色服裝的行為 過程不正當競爭 要街頭卡丁車停止侵權行為 定下任天堂支付5000萬日元的賠償金 真是賠慘慘啊 不知任天堂有沒有考慮自己做一台呢 日本知名遊戲製作公司 Type Moon 行樂 在2000年推出的成名作品 《月姬》 老粉們期待了12年之久的重製版 《月姬》 《A Piece of Blue Glass Room》 即將要在今年夏季登上 PS4 Switch 平台啦 灑魄以往大眾對於18禁文字遊戲 只注重情色畫面 與故事隨便的刻板印象 《月姬》不只描寫了淒美的愛情故事 還穿插懸疑 驚悚 獵奇元素 精彩的故事架構與人物刻畫 從一推出開始 就受到玩家們的推崇 更是為了之後 在台日手遊課金榜上赫赫有名的 《命運範圍指定》 Fate Grand Order 打下了良好的粉絲基礎 這次的重製版 將繼續由熟悉的原作者 《耐虛蘑菇》擔任腳本監督 原畫師《宇內蟲》擔任角色設計 而首度公開的預告影片 更是由製作《鬼滅之刃》動畫公司 《牛伏社》來操刀製作 看到這麼厲害的製作陣容 身為行願除老粉的小編也是期待破表 希望夏天趕快來到吧 給你錢快點出 Applecom近期在官方頻道 更新了一系列的遊戲情報影片 由萌萌助手和愛鹿貓共同製作 和風版貓反三色糰子 模樣很像貓頭鷹的新型寵物Fukuzuku 還可以與它進行餵食互動 還有狸貓型魔物 肚子圓滾滾的真的很像大叔耶 最後重頭戲 當然就是最新發表的DVCF 讓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看完了最新的廣告 貓咪果果的造型真的好萌啊 抱歉了錢錢 但我真的很需要那個酷東西 前Sony互動娛樂環球工作室 總裁吉田修平 近日官方部落格發文 特別介紹六款即將登上PlayStation 絕對不容錯過的六大獨立遊戲 奇納靈魂之橋 以故事導向為主的快節奏動作冒險遊戲 還可以收集眾多可愛小精靈喔 喜歡玩食物嗎 那NoraPlay with your food 肯定能滿足你 各種食物應有盡有 看得我都口水直流了 知名驚悚遊戲團隊打造的 系列最新作 弗雷迪的午夜驚魂安全漏洞 遊戲技術超升級 就是要嚇死你 奇異世界靈魂風暴 畫面有如電影般的大型作品 規模 充滿著令人讚嘆的視覺演出 怪獸收集類新作 TingTing 一場大型的怪獸收集之旅 就此展開 啊 這真的不是寶可夢嗎 極樂迪斯科 最終剪輯版 開放世界角色扮演遊戲 在這裡你是要成為一名英雄 還是成為一名害蟲呢 一切都取決於玩家自己的意志 一系列加作即將推出 只能感嘆遊玩的時間根本不夠多啊 Nexon於近期發表 將推出對戰格鬥遊戲 DNF Duel 以人氣線上遊戲 DNF中登場的角色為題材 2D對戰格鬥的玩法 玩家們可以體驗到超華麗的聯機組合 以及絕美的角色人物 和超高品質的戰鬥畫面 最後再來一個超級帥氣的終極必殺招 這樣看著看著的你 是不是也跟著熱血沸騰了呢 謝謝大家好 新年快樂 適逢日本新年假期 所以最新的遊戲銷售資訊無法更新 日本法米通排行榜將會暫停一集 究竟淘汰王電鐵 還能夠繼續稱霸排行榜第一名呢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